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楊安琪 我是梁恆宁 近年为三岁以下幼儿而设的游戏小组Play Group开到成行成市 游戏小组只要有家长陪同幼儿上堂 就可以豁免向监管机构社会福利署以幼儿服务中心的形式注册 但是在社署名录的游戏小组声称幼儿可以独自上堂 未必有家长陪同 厌内人士指这样做可能已经违反幼儿服务条例 方艳未报道 不少的家长会为子女报道幼儿游戏小组 即是组称的Play Group 幼儿游戏小组一般不用向政府注册 但是前提是要有家长陪同幼儿上堂 根据幼儿服务条例 任何惯常地同时接收超过五个未满三岁的儿童 以给予照顾和监管的处所 就需要注册成为幼儿中心 我们向社会福利处查询有关条例 他们亦表示如果符合以上条件 又没有家长陪同就需要注册 但是我们发现坊间有些游戏小组 提供的三岁以下幼儿童课程 不用家长陪同上堂 家长就不需要在这里 只是接个学校上堂 只需要有自己上堂 这有点像T或T 就是我们K1前学习班 现在全部都在学习 大约一班八个左右 我们查阅过社署的日间幼儿中心名单 名单上就没有以上幼儿游戏小组中心的注册 我们曾经向两间中心查询注册的问题 一间表示负责人不在 另一间的负责人 其后透过电子邮件回应说 他们以商业登记注册 并非以幼儿服务中心登记 而他们的运作是符合幼儿服务条例 至于三岁以下的幼儿学前班 为什么不用家长陪同 中心的电邮就没有解释 中心负责人又说 由于确定不到记者的身份 职员回应记者以顾客身份的查询 是以防止疑似商业间谍的方式回应 他们说有关的对话并没有效力 而目前全港只得26间幼儿中心 向这处注册 有律师认为 为免误会 游戏小组应该向家长解释清楚 如果我是扮认学习中心的人 我会强调是他们单独上课 但是我不是帮你监管和照顾 如果你是一力承担 你放下你走的话 这个就是教育那里 他自己踏着一条线 如果你是这样跟家长讲 那你就会变成监管和照顾 你不是教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自己就是多过你的教育课程以外 承担责任 这样你就要拿幼儿中心派 如果他纯粹说我是教他来说 他走了去 那我都没办法教 由幼儿园校长指出 如果游戏小组并非注册幼儿中心 可能会有安全问题 首先就是安全的问题 严格来说 一定是跟法例做 就是最安全 最有保障 当然我们经常做学校的 我们会知道 任何时间游戏都在动 除了睡觉 任何时间游戏一动 总是有机会或多或少 都会制造一些所谓跌 撞 碰 或者是不小心弄傷 少少问题 那些都会 但如果在法例的保障下 有足够的人手的话 这些常见的问题 基本上是可以减到最低的 社署表示 暂时未有接获相关的投诉 如果有实质的证据 他们会展开调查 但现时不会主动 巡查全港的幼儿游戏小组 广播新闻网记者 方言媒报道 政府麦标泊车位收费 一向比停车长低 吸引不少驾驶者使用 但就有人滥用泊车位做其他用途 有法律学者说已经触犯法例 九龙城食肆临了 不少人都会驾车来找食物 不过麦标位就常常都泊满车 不少食店门口有代客泊车的服务 我们用顾客身份驾车帮衬 服务员给了张泊车卡我们 张卡写着麦标收费由顾客负责 但服务员只是收了我们40元服务费 这里麦标位最多可以泊两个小时 每个小时收8元 而当日我们的车就泊在麦标位近3小时 拿车的时候麦标显示做超时 除了九龙城 深水埗亦有泊车位被用作其他用途 福宁街这几个麦标位 就泊了几格装满金属物料的货车 这金属物料除了放在泊车位之外 还有人在泊车位做事 并没有入标 我们向本身是大律师的 立法会议员汤家驊查询过 他说泊车位只可以用作停泊车辆的交通用途 即使又入标 但不是用来泊车 都可能违反交通条例 汤家驊说现时交通法例没有特别針对使用 泊车位做其他用途 只会当作为例泊车和没入麦标钱泊车的刑罚一样 我们以记者身份问回代客泊车负责人 他们说已经在这里做了十几年 不知道这样做可能违反交通条例 我们也有向运输署和警方查询 有没有相关的检控个案 运输署说检控工作由警方负责 厌时麦标使用的情况处于合理水平 而警方就还没有回复 室内野战近年在本港流行 但经营室内野战场并不需要领牌 不受政府规限 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 减低玩家受伤的风险 近年室内野战在香港越来越流行 一般场地都由公下改建 是不少气窗爱好者的用武之地 但现在经营室内野战场并不受政府监管 很难保障参加者的安全 Steve是野战爱好者 玩了野战两年 他去年在室内野战场地 因为场地布置的问题受伤 差不多一个月才好 我又违意不到前面有一块 大约我胸口这么高 这么厚左右的木板 站着的 然后就撞了它 都痛了差不多一个月 刚巧那晚已经有几个朋友 都是在那位撞伤 但是撞得最伤的那个是我 室内野战场地会模仿真实的战争场地 可能会有很多障碍物以增加刺激感和真实感 而玩家可以自行攜带两招耳以下的气窗落场 不要看它只是一支玩具枪 其实它很大杀伤力 如果玩家没做好防护措施 随时会受伤 有室内野战场地负责人 希望政府成立法牌制度 提高行内质素 减低玩家受伤的机会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未必需要发牌 但要有一定的政府部门负责监管 政府应该是会有一两个部门去负责 就是说在行政上面 可以通过行政的手段 去关注这些所谓的战场的问题 我们曾经向匡民署和民政事务局查询 他们都回应相关的活动不是他们的管轄范围 也不清楚哪个部门需要负责 现对人口怒发的问题 护理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 但有调查指出护理行业出现严重人手短缺 不止毫报道 清姑娘曾经在转石山一间老人院 做长者护理员四年 主要负责和院设中的老人家喂饭 以及帮他们抹身等等的日常起居工作 由于老人院采取轮监制 清姑娘有时甚至要通宵照顾二十几个老人家 她说前线的护理员工作量很大 令到老人院长期都请不到人 老人家可能会有些脾气 因为心病 人家知道他不舒服 所以会对护理人员发脾气 请人比较困难 因为厌务性行业 辛苦 以及很容易造成的劳损 所以他们很多同事都不愿意入行 根据社联在今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港的基层老人护理员的流失率达到約百分之二十三 按照业界的人手编制方案 现时八千多个编制人手之中仍然有超过一千名出缺 人手紧绝的主要成因是由于薪酬待遇差 加上晋升机会不理想 令到不少有已入行的年轻人却步 有议员说 长者护理员这一行的人手短缺问题存在多年 但政府一直没有以投放足够资源 令到情况越来越严重 在今天的通胀和工资的环境 其实他们越来越难请人 我们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支援 就不是很充足的 还有是比较零碎 就是他们扔了一块钱 由机构自己去决定怎么做 但往往那块钱又不太够 业界人士建议吸纳人手要由短中长三方面入手 包括提高薪金 改善职位编制 以及制定长远的人手规划加强培训 张超红又说 即使引入了资力架构 政府亦都要增加进修培训的机会 改善晋升制度 吸引多些人投身安务服务行业 广播新闻网记者吴晓鲍报答 草地滚球场的使用率一直偏低 香港草地滚球总会就举办了一些活动 希望增加年轻人对草地滚球的认识 由謝姦安报道 康文署去年统计的资料显示 草地滚球场的使用率只有两成 有学生就认为活动的普及性不高 可能因为没什么人认识这种活动 就没大家去传话这种活动都挺好玩 还有有些人都认为这种活动都是比较老人玩 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参与 香港草地滚球总会就研发了一套圆式的玩法 令这一项运动不再受场地的限制 它最主要功能是适合在硬地用的 硬地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带它到学校 在一个礼堂 它只要给一个礼堂或阳目球场 甚至是蓝球场或操场都可以 我们在那里已经可以示范到原来草地滚球是这样做的 别看草地滚球好像滚球出来这么简单 其实很着重参加者的专注力体力和快球的准成度 学者就指推广草地滚球可以给青少年有更多体育活动的选择 因为这个运动项目是你要需求一个很平静的心态 你才可以是滚出一个漂亮的球 青少年来说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会喜欢一些弹弹声的 但是也都无可否认有些青少年是喜欢静态一些的运动 我们在推广运动上就给大家去选择 它又说使用率只是一个参考 并不是活动推广成效的唯一指标 广播新闻网记者谢嘉欣报导 全体下国际消息 在美国有人发现原来只要拥有一部3D打印机 就可以在家自行製造枪械 有市民就担心活在有枪机案发生 黄曼婷报导 眼前的3D打印机并不是新发明 但是有没有想过加上一部电脑 一张图折 它就可以变为一部枪械製造机呢 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学生科迪·威尔逊 为了挑战枪械管制制度 同朋友经过试验 成功打印到可以装备30发子弹的 AR-15塑胶部枪 他们更加上载了枪械零部件 和弹药盒的设计蓝图 供民众自由下载 也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自行印刷枪械 目前下载的次数已经超过1万人 之前的美国校园枪击案 引发民众对枪械管制的关注 有当地的市民就担心 这项技术会影响公众安全 其实在美国自制枪械是合法行为 但就有专家指出 枪械的结构复杂 不是一般人可以装复得到 反而要担心的是 机场素描而检测不到 3D打印的塑胶枪械部件 这一点对维护国家安全来说 是一个新挑战 广播新闻网记者黄曼婷报导 有研究人员发明了新方法 只要吞一粒好像药丸大小的掃描器 就可以检查到有没有患食道癌 由理由困带大家看一下 要检查食道癌 以往需要的麻醉 开刀 现在通通都不用了 美国一间医院发明了一个新方法 患者只需要将一粒好像药丸 这样的掃描器吞下肚 就可以让医生看到食道的内部情况 当医生检查完筆之后 就会拉一拉连着掃描器的绳 将它拿出 药丸掃描器会透过可以旋转的雷射光线 照进去器官组织里面 然后将一幅又一幅精细的食道横切面图 传送到电脑给医生参考 有当地的医生就说 新的方法比起以往旧式的内视镜检查方法 有更多的好处 新方法可以收集整个食道的图像 令到医生更加了解食道结构 可以有更好的诊断 旧式的内视镜检查 需要在检查之前进行局部麻醉 以及注射症症剂 病人检查之后 也可能会有喉咙痛 或者有气障的感觉 有接受过测试的病人 就认为新方法可以减少不惜的感觉 而且可以鼓励到更多人接受癌症测试 广播新闻网记者 利由困报道 40多年前人类首次登陆月球 现在就到火星成为下个目标了 是的 有研究人员就设计了一款叫做 刺猬的探测器做先头部队 它有什么特别 由蔡浩然带大家看一下 刺猬不是动物 而是眼前这个疼疼转 周身都是刺的太空探测器 目前火星有两个卫星 其中的火卫一号 和火星的距离较近 而它就是刺猬探测器的目标 这个刺猬探测器是由美国太空总署 以及斯丹福大学一同研发 由于火卫一号并没有地心吸力 一般以斜鹿行动的探测器 很难在卫星上移动 随时会偏离轨道飞出太空 但刺猬探测器身上的刺 可以透过旋转产生摩擦力 向前移动 容易适应火卫一号的未知地形 研究人员预计 探测器被送上卫星之后 会用几日时间收集地质数据 再传送回地球 作为日后人类登陆火星的研究用途 广播新闻网记者蔡浩然报道 有澳洲富商公布 兴建新铁弹尼计划 预计会在2016年首次出行 尿美尔报道 你有没有想过 可以一尝搭铁达尼号的滋味 澳洲一间邮轮公司 公布兴建新铁达尼号的计划 为了令乘客有最逼真的体验 新邮轮会跟逐当年铁达尼号的设计 好像保留了经典的红卫楼梯 还有优雅高贵的咖啡厅等 船上840间房 也会和旧的一样分三个等级 预计可以载到大约2500人 当年未出现的科技 例如电视和互联网 都不会在船上出现 但就会有冷气供应 令乘客有最舒适的享受 新邮轮船身会改用钢造 比以前用木造的更加坚硬 而且会有多一层安全甲板 那是否代表一只船就不会沉呢 不过帕默尔就叫大家放心 因为船上救生艇的数量 足够容纳船上所有人 游轮会在中国建造 预计2016年会在英国首航 继续当年未完成的旅程 铁达尼号在1912年首航 是当时最大型的豪华游轮 但航行去纽约途中 在大西洋撞到冰山沉没 是史上最严重的海难之一 广播新闻网记者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纪念首位苏联领袖的红墙烈灵墓 最近展出了一个会呼吸的烈灵纳像 有民众批评这个纳像对细细的烈灵不敬 由钟智峰带大家看一下 安放了苏联领袖烈灵围体的红墙烈灵墓 展出了多件烈灵的油画和雕像 每年会定期开放给民众参观 来到纪念烈灵 在今年2月 烈灵墓展出这个 一个按照烈灵真人比例订造的纳像 而纳像的空前会微微跳动 模仿烈灵重生懂得呼吸 务员的工作人员会不时整理纳像 将手摆好 好像照顾一个熟悉的老人 纳像展出之后 吸引了不少民众去墓地参观 但是有入场参观的民众说 虽然展品能够给他们认识历史 但是墓地在传统上是一个庄严宿木的地方 这个纳像不尊重烈灵 1917年 烈灵发起反政府革命 成功推翻俄罗斯政府 成立苏联 提倡民主社会 深受民众爱大 烈灵在1924年 因病去世之后 围体一直被安置在红墙烈灵墓 期间俄罗斯政府 曾经多次提出 将烈灵围体迁出 以来争议 广播新闻网记者 钟子峰报道 今天的新闻报道完 之后请收看一节彩色时事 今集会带大家看看 兴建西港岛线和沙中线 对附近地区的影响 再会 这间德庫道西的食肆 红椒牌的煲仔饭 是西区草落一班食客 老板谭生说 开业五年来 业主就已经加了三次租 加完又加 他说再加实在做不住 当时的店铺租 三年三 两年就死了 嗯 头两年呢 就 四万三 尾三没有四万八 但是现在业主也会降到十五万 不仅是他一间铺面对这个问题 附近几条街的店铺 都被业主一家在家 十七万万元 原本是十一二万 但是十七万万元 十五万人家是十五六万元 这些人只能做的 不是又收拾了一间就收拾了一间 就是因为他 第21号通 周围都要弄了 周围都要起了 遇上不起也不行 2009年西港道線动工 整条线由西迎盘 香港大学堅尼地城 三个站组成 其中线路穿过高阶 静阶和北阜倒西 这一大铺就被很多业主提高一线 认为潜力高 几百万的铺两年间加到二千九百多万 走上几条街有很多旧铺 同样难逃搬迁的命运 竹龙一个搭一个有大有小 见证香港传统食肆 茶楼的变迁 不少构色茶楼已经随年月成为回忆 但西边街这间专造精龙的路店 四五十年前就在扎根 到现在同期开店的老友都走了 这个就预料了 租金贵就一直每年 我们都作出了最坏的打算 地址通车之后 我们亦有另一个打算 就是希望客运在中黄组 但如果真正是中黄组 可能不够其他团号 即大集团竞争的话 都会再搬到五六线土 因为我们始终做手作 亦不需要太旺的地方 香港人手作有一个习惯就不乘搭车 住得最近就最好 有时不开玩笑 住10月住 离开机翼去10年 可能都贪1万多元 车费都 港铁除了西港岛線计划之外 还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沙中线 由大围直通转石山 前大陷村地皮就在动工 附近新蒲江 王大仙 去到九龙湾 楼价起 铺价升 工厂大厦都连带升值 有了对面的一个发展的时间 那它那个楼价租金 当然租借是上升了 譬如如果你说03年 03年的期间 你可能租一个地方 是说可能2元3元一尺 现在说6元7元甚至10元一尺 如果你说是楼价的话 沙士期间是说200元 现在是说2000多元 因此就是 从一角度来说 它是变化得很大 一直以工厦作为基地的艺团 手工艺工作者和社企 面临无处容身的局面 胡志偉说政府应该给他们一个厨所 推动创意产业 你想推动创意产业的时间 就有责任 是提供一些释放的 是处所 一些studio的环境 一些我们叫做工作室的环境 是让这些创意产业的工作者 是可以有空间发展的 他又说为了维系社区的关系 政府在市区更新的时候 应该预留一部分的地方 等小商户可以用低于市价的租金 在原区继续生存 我觉得就是说你一定是可以透过不同的 就是商业营运的模式 包括了政府的市政大厦 房屋署的这些相对地可以是 不是100%完全是和市场挂勾的一个商户 这些是可以吸纳了不同的商业的运作 令到社会不是单一的 只是商场的营运状态 这应该是对整个社会有效的帮助 两条铁路最快在2014年和2018年就会开通 那究竟在政府出手之前 老铺、手工艺工作者 到底熬不熬得转呢?